Coco 早餐 Today's Special Coco.com 好 今天我们就要谈一个 这个政府在这个科技 跟经济发展政策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法案了 对不对 好 为各位介绍 Bust Orange的创办员 跟Tech Orange的创办员 是戴季犬先生 季犬长 快点早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早 我们要收到观众 很冷的 冷的呢 我们大家都很冷的 今天大家都有防御的心情来面对 还好啦 现在17度左右 所以你现在起床 可能要小心点 等一下出门的时候 因为我们都是早起的人 所以早上都面对的是冷风 好 今天要谈的是跨境电商法 以及 我觉得这个 爱奇艺的这个问题 还有这个 除了爱奇艺还有一些其他的平台吗 对啊 爱奇艺 看几个嘛 Netflix Netflix 这个还是单纯 OTT 可是我每天都在看Netflix 我有违法吗 就 你要 你看Netflix应该没有违法 对啊 因为我的手机 我是用APP 我是用手机去登记成为Netflix的会员啊 然后 没有啊这个对啊 没有啊其实像爱奇艺啦 我问的这个问题问的很好欸 爱奇艺我也天天看啦 对啊 手机上也可以看啊 那你不让它落地是 每个月交300块钱就可以看 而且爱奇艺很好看啊 所以 对啊所以扣姐 扣姐是不是做境外支付 所以就抽不到税啦 对抽不到税嘛 然后人家要来 反正大家都已经有付钱给他了 对啊 然后 我们的政府不让他来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付钱去看爱奇艺 因为他以前叫 PPS吧 对不对 他的钱生 对 那时候都是免费的 对 而且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美国人没有著作权 所以他有非常多那个 美剧美电影 非正版 那我看了很多 他看了很多 觉得很不好意思 现在他要收费了 我就开始交钱 对对 那问题是爱奇艺 他现在版权非常清楚 他 他那个买了非常多台湾的电视剧 对 换句话讲 台湾的 呃 这个电视台也好 或者说这种电视剧生产者也好 对 终于有个OTT平台可以赚钱了 就是一个很好的通路啦 对啊 值得发展的通路 那政府不让他 不让他 很奇怪 对这这逻辑 我其实一直没有办法相通 你不让他合法化 就说不到税 对不对 他连落地也都不落地啊 这很奇怪 这叫落地 现在网络时代有什么落地不落地 落地是说他在台湾有分公司 或者是说有子公司 他们有啊 爱奇艺 爱奇艺耶 爱奇艺有 他不是那个投审会才 否案 就否决这个案子吗 因为文化不得一件 他们有一个 他们那个公司是另外一种 这个形式的方式吧 所以对啊 那这个状况是不是跟Uber有点像 瑞湖 瑞光路那里啊 那Uber也这样讲啊 对啊 他说我的公司不是做 也就是说他在台湾设立公司 其实是作为服务爱奇艺的 可能是行销还是公关 还是服务司机 还是说购买版权 他不是一个完整的职公司 你看像我来以前 我早上在查一下 因为我们上礼拜不是 聊到脸书吗 嗯哼 脸书在台湾是有分公司的哦 叫台湾脸书 有啊有啊 他们后来 上次我跟你讨论之后 他们就告诉我 对啊 是台湾脸书 Google也有啊 有限公司 Google很大 你知道台湾脸书的资本 有多少吗 一百万 三百万台币 啊跟我的公司差不多 对 去查贵人这样讲 去查 所以你看 据了解 Facebook在台湾一年收 50亿台币的广告费 嗯 然后跨境电商税 我们现在才看过嘛 这当然是好事啦 嗯 知道总比不到好 嗯 所以我们开始可以真的 因为大家 大家这些广告组 不管是大德或小德广告组 嗯哼 在Facebook上面 看这种广告 嗯 我们都是 我们都是用境外支付的方式 付出去啊 嗯哼 所以 所以才会 后来会有一些代理商 他帮忙处理 因为像境外支付 还要付20%的境外税 嗯 所以爱奇艺现在是代理商 爱奇艺现在的结构 我不清楚 如果说像寇姐 对啊 像寇姐如果讲说 爱奇艺在台湾已经有分公司 那 代理商 对他应该 对他应该是部分功能 那不让他们设子公司 对 但他们希望 能够设子公司来交税 啊 然后 这个 嗯 然后他们还说 他们希望 开大门走大陆 对啊 我也觉得政府 我不知道 像我不做Uber 就是因为我觉得Uber 还没有合法嘛 还没有合法 对 那你总 那现在网路上 我用手就可以 可以看爱奇艺 看Netflix 看 那怎么办 看 那 那你台湾自己的地区又不好看 这个是 这另外一个课题 就台湾我们自己要怎么发展 譬如说我们要怎么发展 可以跟Uber抗衡的服务 怎么发展 跟爱奇艺抗衡的服务 跟Uber抗衡 你要看10年以后 也不能都是小黄 10年以后没小黄啦 世界趋势就是这样嘛 对啊 对啊 你看我们现在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广告公司 就是Google跟Facebook嘛 对啊 对啊 那你又是 网路自观光 你说什么 那 秀德耶 我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区 网路全球化的趋势是挡不了的 因为它的技术本质就是全球化 去国界的 虚拟化的 像我这样的这个 如果对 我对 你知道为什么要看剧 不是我专存娱乐 看剧是要看那个国家的这个 社会文化 尤其是庶民文化的发展 因为看电视剧的人晚上 在家里面看电视剧 对 就是这个国家的整个社会氛围 你知道吗 整体的氛围 对 对不对 所以啊 我不太懂啊 这文化部长 郑立军啊 或者说其他人 你们到底平常在干嘛啊 他们平常是比我们高尚吗 嗯 我不晓得 我真的不知道 不清楚 嗯 那你也不去讨论一下 不跟社会沟通一下 对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这个有两个 抱歉 嗯 跟社会沟通当然是一个 嗯 那第二个是说 不同的部会之间的沟通也需要 嗯 不同部会不需要沟通的 那个政府官员就是 长官没想到他做的事 他觉得不错 比如说 我们拿Uber为例嘛 Uber 其实我怎么看 交通部都没有错啊 它根据信由法令去执法 哪里有错 嗯 但问题是 它因为 它从 它从既有法令去 那清朝的法 也是 也是 也是法嘛 对 那干嘛要修宪呢 对 所以 所以其实像 如果就像修宪 像我们现在宪法这个奇奇怪怪的状况 那法一定 如果连宪法都可能会需要修 而且需要大修 嗯 那其他的法 更不要说公路法是 市民是可能是几十年以前能修的法嘛 嗯 那你这个 你这个 讨讨论怎么修法 其实反而不一定是交通部自己要组织的哦 因为它不一定最理解现在整个社会跟技术的趋势嘛 嗯 所以你如果要讲 如果要从技术面或从这个科技面来讲 那科技部在干嘛 科技部的意见是什么 嗯 你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 那经济的 经济部的意见是什么 嗯 你从国家发展 国家战略的 角度来讲 那国发会在干什么 嗯 所以 从Uber的案例来看哦 Uber案例跟爱奇艺的案例是 是两个 两个 一个是想落地 然后一个是已经落地 其实后面还有一个 大家都不晓得 像Airbnb 谈说要落地 已经一年多了 嗯 都还没有落地耶 嗯 它有意愿来落地哦 嗯 它为什么不落地 嗯 Airbnb在旧金山有好大一个那个办公室啊 对啊 我去 我去冰岛的时候 我就是透过Airbnb去订 伦敦的 嗯 你用台湾的词叫民宿啦 可是就是Airbnb这种 那种 这种 啊 house sharing 嗯 它把它的卧室分享出来 嗯 可能是以前的 可能是客房 嗯 或现在没有在用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小的一个 一个 apartment 嗯 它就透过Airbnb share出来嘛 嗯 那我去伦敦 我就不用住那种非常贵 因为伦敦的东西都很贵嘛 嗯 所以我就住Airbnb的一个 一个一个 很不错 很cosy 很舒服的一个 嗯 就像民宿 哇好像电影喔 那个恋爱假期一样欸 对 而且他们都非常多 他们的设计感跟特色 你是可以在我们上面先看 对啊 然后你又可以看人家的评价 嗯 所以其实你是可以 其实可以踩在巨人的肩膀上 你可以在别人的经验上前进 对 嗯 那 所以他这个 他这个 整个趋势是往这边走 但是你看我们 我们台湾像爱奇艺这个例子 其实是 投审会根据文化部的意见 嗯 就把它否决了嘛 文化部就认为 他们说要交换 因为他就认为他是录资为主 对 然后他说那你也要开放我的这个 过去吧 OTT平台 嗯 那好嘛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嘛 我觉得你要从这个角度来呛 也可以 那是不是可以 我们是不是可以 根据比例原则来规范 爱奇艺他来台湾 我若没记错的话 他申请投资的额度是100万人民币 嗯哼哼 就比扣解公司大一点点 嗯 那脸书来台湾设立的公司是300万人民币 嗯 300万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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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然后那 那Uber来台湾 他现在设立的那个公司 不是资本 不到100万 就是这个水准的 你知道吗 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 其实纪权我不认为这个是下面这些部会的人应该吗 是领导人应该吗 因为这是跨部会 你的领导人的vision是什么 这领导人是包括了蔡英文跟林权的 如果林权有觉知的话 那就往前走 就一吐拉股像个粽子一样吧 下面这些事都解决了 那那那这些首长你们在干嘛呢 对因为如果说 如果说我们今天只要分部会来处理的话 那我们也没有那个啊 通讯信息部啊 我们也没有这个单 对啊 我们只有一位数位政委 政委对 但那个唐政委现在的主要的focus 是在开放政府 开放政府的架构 开放政府就是平台就是了 开放政府 你要政府官员的脑子要转 开放政府啊 我跟你讲 我觉得态度跟brand 跟心理 mentality比较重要啊 你那个弄半天 开放半天 那个政府官员还是一个 旧的官僚体制 那有鬼用啊 对啊 所以我们来 我们来做一个那个案例分析 我们来看 就像那个病人医师 我们来看那个病人怎么医师 我们来看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 好我们进广告好吧 等一下有完整一点 请集权来帮我们分析 跨境电商法 啊 终于这个 嗯 在这一届啊 这个的立法委员的手上啊 把它通过了 其实我们这个前提 还是Uber的压力的 对不对 像爱奇啊 像Netflix 我只跟民进党政府说 看这些的多半多年轻人 你们把赶走 就把年轻票赶走 其实我是属于年轻世代票的人 因为我脑子比你们年轻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好 戴基全先生 Buzz Orange的创办人 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刚才我们两个人的共识 就是爱奇艺 在台湾有代理公司 然后爱奇艺要设置公司 然后人家说我要落地 然后我可以交税 然后也不让人家交税 所以我现在每个月付的 两百多块都没有交税 都没有 不用啊 他不用交税啊 合法免税 那我们呢 我们就夹在夹缝中 就跟做Uber的消费者一样 那现在好不容易 跨境电商法通过了 可是你的配套没有 目前还 其实会收5%啦 那你看哦 这样他没有落地 5%是公司营业税啊 对啊 然后我们就可以 公司的支付嘛 收入啊 他其实那个财政部 他有一个东西没讲清楚 他有说他开了几场空定会嘛 六场爱奇场 然后跟十多家跨境电商 呃做谈会啦 嗯 六场 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愿意配合 嗯 那像爱奇艺 爱奇艺都想来 然后我们不让他来投资 嗯 我我当然反对大量的总资投资啦 我只是说这个是因为他额度这么小 嗯 有必要说这样子连一毛钱都不给人家投资啊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要思考 但是那那现在这些跨境电商 不管是做软体服务还是像Uber这种的 会会落地的需要跟在地者合作的 他们愿意缴税 我们现在是立基于他们愿意耶 善意愿意耶 如果那些没有落地的跨境电商 他们不要缴税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嗯 对啊 我们难道网路上要封他吗 我们每天在网路上订饭店什么什么 哈 Agoda 或说 什么 agoda.com Hotel.com 那你刚刚讲Airbnb啊什么 在Amazon上买书啊 Amazon 对啊 然后在Facebook Google上面下广告 我这Network的买其实是有交关税 那关税是货物进来的时候 也没有啊 所以没有对啊 所以交也没有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事情是时代的现况 就是现在的技术现况是这样 但是我们的政府对于数位治理 是没有一个清楚的意思跟理解 到现在还没有 所以才会分割部会去处理 对你刚刚讲的很好 就是说这个总的问题是我们的政府的数位治理 可是连洪志坤哥哥不是都说 哎呀我们找了唐凤 可是现在唐凤来了之后 发现唐凤的功能不是数位治理 因为数位治理是院长要换成数位治理的脑袋 要有这个意识 现在数位治理是第一优先啊 我认为是 对我认为是 我们这次就找一个32岁的那个 有数位概念的人去做行政院长 我觉得比较好啊 太年轻了啦 什么叫年轻啊 那副院长找了老的就好了 不过这会谈到那个 其他像政府组织啊等等的 我觉得你今天讲的这个问题很好 数位治理 然后不要再不要再这个灌米堂给我们说 唐凤是数位治理的 因为你们没有assign他数位治理 因为数位治理的话 他对于这些政策 他要去召集经济部科技部 他要给国家一个大的一个策略发展的计划 他没有他只是在开放平台 他打开而已 那不是很好笑 以前不就有挨台湾啊什么东西吗 他并没有一个指引会 开始吗 他就没有 他其实其实唐凤做的事情也还是非常重要的 他不是单纯只有open data 他其实在思维上跟做法上让政府能够先跟网路上或社会上 用这个新的技术来对接跟沟通 来凝聚共识 所以技术还是 呃 技术跟文化 其实最重要是这个沟通的文化 透过现在的这个网路技术 嗯 来能够直接参与跟直接沟通嘛 像他之前 他之前在GTV 还有后来的VTaiwan 还有现在在国法会有一些join的平台 嗯 法案连署啊 其实像立法院也应该 或是现在可能正在酝酿 嗯 或正在推 让人民可以在网路上面连署修法的法案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 只是我们的期待更高 其实这些问题都是ABC 是好像打篮球的那个运球的技术一样 对 那是因为这是我们整个 其实台湾的社会是已经高度数位化了 嗯 我们的网路的普及度也高 我们的网路使用服务的成熟度也高 嗯 其实各种国际的网路服务 他们都会把台湾视为重要的先驱市场 嗯 然后我举个例子哦 譬如说像Airbnb 他最近推了一个新的服务 嗯 叫Trip 嗯 旅游 嗯 那他这个服务呢 你看一样又是类似分享经济 他的那个Trip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今天像我对不对 我可能我可以用 我如果是在地台北人 嗯 然后我知道台北的一些 释放景点 或是一些文化深度很深的一些地方 嗯 他不一定是那种国外大旅行社会包的那种套餐 嗯 所以国外的旅客呢 就可以透过Trip 来买我的服务哦 嗯 可是我并不是导游哦 嗯 如果按照台湾现行法令 法令的话 我必须要先申请导游执照 我才可以提供这服务 这个是C to C 就是Peer to Peer Consumer to Consumer的服务嘛 这个其实跟Uber的原本的精神是一致的 嗯 就他可能是一个妈妈的买菜车 或者是说上班族白天有工作 嗯 可能在下班的时候顺便 真的是顺便哦 去载个两趟 嗯 所以那个分享经济的那个 就是谈回Uber这个案例嘛 你当然可以用传统的那个思维 说它是白牌车嘛 嗯 但是它的原生 原生的那个概念是说 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车 就像那个Airbnb的Trip 是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时间 这个古代就长了 一物换物啊 没错 对 所以随规定一定要有有一定线型的规则 就是人类的文明的必要 为什么不能改变呢 对啊 所以这个我觉得 那个脑袋很奇怪 对啊 我觉得这个事情至少需要一个充分的讨论 跟互相去定义到底 那就没人去讨论啊 那个头头就把他扔在那 你知道那个KK Day有没有 对 也是一样 他也是台湾人创的 没错 我这一次去仰光啊 就是用KK Day 然后他 然后就就这样子 这样子 然后就就到了酒店 然后约定时间 然后那个那个那个导游就出现了 对啊 就带你去玩这个仰光半天 对啊 所以你说 全世界都在扩展 我后来发现原来他是台湾人办的 他就是不在台湾扩展 他没有办法在台湾扩展啊 因为我们自己的政府找自己的麻烦啊 不是故意的 但是就结果也是这样 可是我们这个KK Day 政府应该帮忙啊 知社会或是科技部 或是国发会 应该想办法去帮助他们扩展啊 这个是新台湾之光吗 就是这大家 这种好服务 台湾反而用不到 你知道最近那个StatKicker 有没有 有一个产品 那个是吧 Kickstarter 对不起 Kickstarter 它在那个木资品 然后它有一个 就是手机放在一个 一个有这个雷射的一个小架子上面 然后那个Keyboard就掉到这里 你知道那是台湾人的产品啊 不晓得 有 你赶快去看 已经疯传 很多人以为说 因为它背景是101 对 所以很多人说 啊 我们的101放进去 事实上它是台湾的团队做的 对啊 我不知道 我好像有给政府某官员看啊 但是 但是国发会跟科技部 可能也没足够 没意识到 对对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很多新的事情在发生嘛 那我们不能一直都用旧的思维 来定义新的东西 然后跟他说 数位治理不恐怖 对 就是这个要谈 要讨论要做 可是我觉得我们的领导人们都很害怕 他觉得数位治理 就是要叫他去学电脑诚实 你可以找懂的人来嘛 数位治理他就要数位 其实数位治理就是 自己拿着手机 把自己要出国一趟的事情办完 你就晓得多生气 你就完全知道 对 还有像 譬如说现在国外的登机证 都可以用手机了 对啊 台湾还规定一定要用纸 用QR Code就可以了 对啊 这个鱼丸 我现在正在解决中 我才不相信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呢 要了 还是要帮忙 不相信 整体的意思还是好 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你 谢谢